每年3月份,新印象农会所举办的千人柔媒DIY活动 都让许多人前来体验参加 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新印象农会宣布 今年将停办千人柔媒DIY的大型活动 是因为今年碰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 所以我们在做行销、推广 还有梅子姐的活动就要做有所调整 我们也会发布这个信息 就是在我们的梅子姐开幕活动 还有大型的千人DIY 这些项目我们全部都要把它取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防疫的措施 虽然确定停办 但新印象农会也请大家不要失望 为了可以来服务消费者 新印象农会决定将大型DIY的活动 改为一次10到15人的小班制 我们就是用化整为零 就是我们也接受我们的一般喜欢做梅子DIY的 到农会这边来议议 我们大概是在15个人 我们就来做给他 来做DIY的交鞋 我们也计一个人收费250块 但是250块可以完全抵消费 新印象农会 孝之权肯定农会的用心 虽然决定停办千人柔媒 但改为小班制也能够减少群聚的机会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先来参加 梅子节往年开幕都在我们新印象农会 来办理千人脆美DIY的活动 今年因为整个武汉疫情的关系 我们新印象农会也从善如流 目前改为预约小班制这样 也是不要少我们所有游客的信 希望说透过分足 分时间 分时段 来让我们的游客 也能够享有制作脆美的乐趣 今年虽然看不到千人农美的盛况 但因为疫情 农会也改为小班制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洽询 记者邱平易 新印针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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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